第十四届总统副总统与第九届立委选举仍持续开票中 记者来到新兴希望联盟台北总部 陈志宏主席针对选情做出回应 首先我们要来非常感谢在这一次的选举过程当中 许多的教会的牧者丁余姊妹的支持 虽然说我们的选举的结果不如意取 但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 一个刚刚成立四个多月的政党 可以有这样的得票的情况 其实是相当不容易 所以非常感谢所有的教会的牧者 还有你们所鼓励的家人朋友的支持 虽然说这次的选举的结果我们不如意取 但是我们所推动的保护家庭公投的联署 如果通得过中选会的审查的话 我们一定会在进行第二个阶段的联署 这个请大家放心 我想接下来我们会积极的努力 为两年后的市议员的选举做预备 我想很多事情是需要一步一脚印 需要长时间的发展 所以希望大家在下一次的选举当中 继续来支持我们 如果你们有一些好的人才 也鼓励他们积极的做预备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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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